我要感谢所有人的支持 但是结果不能如大家的语气 如大家的心意 是我对不起的 坚定的语气 难掩失落的情绪 苏正康走进支持群众 为败选道歉 包围着他 那一张专的年轻脸口 早已哭成一团 他们期待台北市能超越 能改变 这一刻落了头 又不骂骂 不抹黑 不做妇媚选举 有一天 这一定会成为典范 成为主流的价值 一支又一支 情形风格的竞选影片 甚至打破刚硬形象 穿上粉红色上衣 苏正康用具体的行动 图现改变的气护心 打了一场漂亮选战 只可惜与台北市长实际交臂 不过这还不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挫败 遭到对手指控 在屏东公园预定地炒地皮 民国82年 苏贞昌屏东县长连任这场仗 打得辛苦 连造式演讲场合 也蒙上暴力阴影 由那个黑道的议长叫一群兄弟 那时候叫做白布鞋布顿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黑衣人 我们都说小孩 小孩 然后穿白布的 然后拿着棒球棒 所以叫做棒球队 抵律的演讲场 四步游乱车 每一次都四步游乱车 然后全部进场就围在那个演讲台上 就用三字巾骂 就这样乱 把我的演讲场这样乱 那时候屏东用那个贴衣子 远远的一个小凳子 对对对 拿起来就往那黑衣上的头一大 那整个头就爆开来 那血流成了 即使当妈祖尿发式自清 苏贞昌最后还是输掉了宪章宝座 陈王败寇事态炎凉 他点滴在心头 我那时候漏轩 那个人都跑掉了 然后我自己跟太太在屏东整理那些 基调整理完了以后 要离开屏东 那时候这个漏轩的宪章 我们乖乖的去坐在最后面 其实那前面那个飞机那时候 那个远东航空前面不是有六个 四个商务舱一样的那个大位置 我们就看着那个 刚当选县长的那个宜正县 坐在前面 当时苏贞昌气氛不平 决定用他最擅长的法律 来讨回公道 那时我自气 我觉得哪有公道 我做到这样还要漏轩 那是我一气 禅宋三年 终于还苏贞昌清白 民国85年武则园登报道歉 苏贞昌撤回一亿元的求偿 一笑敏恩愁 事后你看远路这样走到今天 你再回头看 上天待会不拨 第一 因为我在屏东漏轩 我不得已离开故乡 但是我越走越惨 我走到台北当县杂 我觉得最选的是 那时候害我的人 后来你看什么下场 死的死 关的关 逃的逃 逃的逃 枪壁的枪壁 连那个船都会扯下去 我觉得八周伯 也很凉杀 所以我到今天 尤邦你主持公道 尽天为人 我觉得还是 头上身持有神明 人生确实有其有弱 越是不如一时 才越能看见一个人的修为 这是妈妈写的字 所以一定要我亲自搬 卸下行政院长的职位 苏贞昌火速搬离关底 不忘拿母亲的字 喝酒丁硬帝来自免 更期许自己再度乘风而起 老爷在宫中有没有 他就在寻找热带气血 他一直盘旋 然后等到热带气血 一来一对 他就悬上去 乘风而起 我在等待 等待下一个气血 善于等待 这些年来 每每遇到挫败 苏贞昌就带着老婆 出国沉浅 回国后又能心平气和地 迎接下一个挑战 即使为竞争2008总统大卫 在党内初选时 和谢长平竞争到 被外界形容为刀刀剑骨 但仍能放下恩怨 让常常可以成行 专门一丢 专门一丢 台湾等酒 东海团结 那时候你看 实际上就整个党 也期待的困件 我都看开了 整个档火 那时候就好 重新 还是要整个大局大事 今年又在党内初选中 以些微差距败政 但苏贞昌不改风度 我诚称之地 呼吁支持我的朋友 关心台湾社会的国人同胞 大家一起来支持蔡英文主席 让台湾能再有第三次政党问题 即使没有公职 为人抬教 苏贞昌不捐位子 只想做事 或许父母的宣教是最大的关键 那时候当到县政府的一级主管是一定要入党的 要加入国民党才行 那我爸爸就不肯 所以为了升官要加入国民党 他不肯 我一辈子只能当部长 后来到我当省议员的时候 当然要给人家服务 那服务处就设在家里 那就我爸爸负责 招待客人 倒茶水 进香烟 我说爸爸你现在已经是处长了 他好高兴 服务处的处长 终于不再只是鼓掌 不只苏老先生为人耿直 苏老夫人更是老邻居眼中最善心的老师 以前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他妈妈的学生比较辛苦 因为乡下人嘛 设比那些比较乡下 在家里的小孩 一大人生活都没人 照顾这孩子 衣服很脏 他就要说你先拖起来 我帮你洗一洗 晒干然后再让他穿回去 小康之家要养五个孩子 却不吝息为学生付出 如果说父亲让苏贞昌 学会有为有守 那母亲苏姜清廉 则是让他看到人性的美好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也难怪苏贞昌的为人会敬朗而乐 有的人 我做得比较大了 会觉得看人比较大了 但是要拚 拚这样啦 这些人都对我 都说 每天都很好 但让苏贞昌无奈的是 他敬重的父亲死后进海 不得安宁 这也是苏贞昌父亲 苏启东老先生的墓园 原本在这个周围 总共种了13颗的龙伯 但在去年 其中三颗被人倒砍 苏家随即补种 没想到今年6月 又有6颗被人倒砍 经过一个多月 现场原本遗留的 细小树枝已经清理完毕 只剩下像这样的树干痕迹 即使龙伯被砍断 又有传达母亲的生机被敲裂 都是有心人要破坏苏家的风水 但苏贞昌不愿把家世 与总统大卫做连结 从正30年的苏贞昌 从台湾尾跌倒 在台湾头发光 从一人之下 到两度与总统大卫无援 此时此刻或许更能体会 近人士听天命的道理 应该冲下去的时候 冲下去 不应该冲下去的时候 也不要前面有玻璃阻挡 创到玻璃帷幕会昏倒 以前常常捡到昏倒的老鹰 就是冲过头 该冲的时候冲 不该冲的时候就不要冲 人生有的时候 就是拿捏不到这个分寸 但苏贞昌可是凶有成竹 唯独感情的事 不知怎么冲 可是一路的跌跌撞撞 尤其他有太多 糗毙了的相亲故事 马上回到台湾那些来 继续看冰冻冰冈出桃梯 四五金冲的狗狮